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詳細的內容 政府已經完成與迪士尼公司的談判 並且達成在香港興建全球第五個迪士尼樂園的協議 不過協議的詳情要在明天才公佈 港府消息透露政府將會是大股東 消息人士透露在香港起迪士尼樂園要用二百多億 預計港府除了撥出土地和負責基建之外 也都會提供低息貸款 第一個主題公園會在2005年落成 特區政府是大股東 而另一個消息來源就說 將來還會有財團加入投資 港府和迪士尼的股份會同時被分駁 不過迪士尼最終會是大股東 旅遊專員盧維斯今早向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會報談判的最新進展 他說和迪士尼代表談到凌晨 我們後三時離開辦公室 謝謝 謝謝 而政府下午發表聲明 表示已經完成和迪士尼的談判 明天會有公佈 有行政會議成員認為 無論有沒有迪士尼樂園 都應該放寬內地遊客來港限制 內地很多人 如果你放寬讓他們來香港免簽證 逗留一個星期 我相信對於我們的旅遊業 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如果落實迪士尼計劃 亦都有行政會議成員認為 輸入外勞方面要小心處理 無論哪個時候輸入都要控制得很嚴謹 是本地工人真的沒有這種技術的工人 能夠做到這些工作的時候 我們才考慮輸入外勞 但即使輸入外勞都好 我們要確保這些外勞 是真真正正的填補所需的空缺 亦都不能夠轉工 他說首先要研究工程需要哪類工人 而行政長官董建華會在明天早上的10點 在香港禮賓府公布和迪士尼談判的結果 比賽台到時會現場直播 而為了爭取公眾的支持 政府和迪士尼代表亦都會在明天 向社會各界人士簡報協議的內容 港府官員和迪士尼公司的代表 首先會在早上8點半 在禮賓府向行政會議成員回報 10點半會見立法會議員 12點半就會見新聞界回答記者的問題 下午的簡報會就會由3點開始直到晚上7點 分別會見旅遊業人士、經濟學者、社區人士 及臨時區議會主席 現在正有12宗新來港人士家庭 向法援署提出申請司法覆限 指港府的公屋輪行 爭取到在本港興建亞洲第二個迪士尼樂園 由江麗群報道 不是譚正說我現在是真金白銀 現在是講金不是講心 經濟局長葉樹昆一直都用追女仔來形容 跟迪士尼的談判 政府之所以用7個月的時間 跟迪士尼討價還價 就是希望可以爭取一個有利本港的協議 在逐個彎裡興建一個迪士尼樂園 雙方也交換了文書 同意展開更深入的談判 雖然我們有興趣吸引公司來香港 但是不能夠不惜一切的代價 除了錢之外 特區政府也要面對國內其他省市的競爭 上海、珠海也有意在當地興建迪士尼樂園 我們不把香港看成是兩次競爭的球隊 我們是看成一個球隊裡面兩個優秀的前鋒 誰踢進球我們都非常高興 各地都有各地的優勢和要求 其實雙方原本以6月底為限期 後來要延長談判 雖然雙方仍然未就在香港興建主題公園 達成任何的協議 但是我們和迪士尼是同意把這個深入談判期 延長四個月 進展2號 雙方的目標是於本年10月31號完成商談 由於談判比原定時間長 為了避免影響在大嶼山興建主題公園的進度 政府在未達成協議之前 已經更改築高灣的發展 除了預留築高灣填海區作為主題公園用地之外 還會發展酒店 興建水上活動中心 另外還預留地方興建交通網絡 包括10號幹線 以及由陰澳站伸延到主題公園的鐵路 和杜輪碼頭 在萬事區備的情況之下 究竟迪士尼公園是否可以令到本港的旅遊業 帶上另一個高峰呢 那就要看看迪士尼是否真的有這麼大的吸引力 有線電視記者江麗群報道 目前全球總共有四個迪士尼樂園主題公園 兩個在美國本土 另外兩個就在法國和日本 而他們經營方式和盈利情況都不同 香港可以向這兩個迪士尼樂園借鏡 作為日後經營的參考 李漢華報導 在1992年開幕的法國巴黎迪士尼 由法國政府低息貸款7億美元 被歐洲迪士尼公司籌見 四成九股權由公司持有 其餘的在股票市場雜資 但開幕的頭幾年 入場人數都不理想 連續幾年都出現虧蝕 直至1994、1995年度 才開始轉虧為盈 去年更加罕有感落 4600多萬美元的順利 入場人設有1250萬 不過公司今年要向和路迪士尼 繳付9000多萬港元版權稅 以及要進行額外宣傳 令到公司由去年10月 至今年3月的半年內 虧了3億7千萬港元 雖然巴黎迪士尼 不是那麼受歡迎 但有歐洲遊客說 如果香港興建迪士尼 都會有興趣來參觀一下 但也有遊客很猶疑的態度 香港 是很長時間 很長時間 我不知道 想想想 這是太遠 我們從德國 所以香港 我認為 法國巴黎的迪士尼樂園 是現時歐洲唯一一個 的迪士尼樂園 而歐洲迪士尼公司 已決定投資40億法郎 也即超過50億港元 興建第二個主題公園 預計到2002年落成 相對法國來說 另一個在美國本土以外的 日本東京迪士尼樂園 就成功很多 開幕到現在 平均每年都吸引到 超過一千萬人入場參觀 和法國的做法很不同 日本迪士尼樂園 由最初談判至到開始運作 都是自負盈規 政府完全沒有參與 也沒有提供任何土地和稅務優惠 搞得這麼成功 主要是因為日本人的第二大消費 都是用在國內旅行上面 令迪士尼保持一定的入場人數 至於香港將來落成的迪士尼樂園 會不會像東京迪士尼那樣賺錢 還是會步巴黎迪士尼的後塵 就要拭目以待 有線電視記者李漢華報導 政府就21世紀可持續發展研究 進行第二階段資訊 經過去年的第一階段資訊後 政府已經初步定出39項衡量可持續發展指標 包括經濟、自然資源和社會等方面 協助政府和私營機構制定長遠發展策略 規劃處處長馮志強說 政府未來所有政策都要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迪士尼樂園計劃也不例外 市民可以在2000年1月31日之前提出意見 地產代理條例新規定今天起生效 業主透過地產代理放盤 要簽委託書和詳細填寫資料 業內人士擔心 新例令放盤物業減少 最終淘汰較小的地產代理行 黃寶賢報導 現在物業有幾位人名的? 兩個 兩位的? 在做按揭嗎? 沒有做按揭 由現在開始 所有委託地產代理放盤的業主 都要簽一份委託書 業主要填寫個人資料 包括身份證號碼和詳細的物業資料 例如單位的面積、用途、業權和按揭安排 任何人去看樓都可以問代理拿這些資料 不過不是每個業主都肯填這份委託書 一些業主就演出 各位一節新聞報導 政府和美國迪士尼公司 完成在香港興建主題公園的談判 雙方達成結論 行政長官董建華明天上午10點 會在禮賓府公佈談判結果 據本台得到的消息 興建迪士尼主題公園 政府投資會超過200億 另外政府會批出便宜土地去興建主題公園 林妙欣報導 政府和美國迪士尼公司的談判 到今早凌晨仍然繼續 測試結果發現 林妙欣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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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3時 政府和美國迪士尼公司的談判 到今早凌晨仍然繼續 測試結果發現 林妙欣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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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董建華不肯透露任何資料 他會在明早10點公佈和迪士尼的談判結果 之後會在禮賓府舉行一連串的簡報會 是否已經達成協議了雙方 我只可以說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的談判 以詳情大家留待明天的簡報會 政府會由明早開始向行政會議成員 立法會議員以及和旅遊業有關的團體 簡報和迪士尼公司談判的詳情 有線電視記者林妙欣報導 勞工處長張建宗說 如果建迪士尼主題公園 不排除會輸入外勞 不過政府會貫徹一項原則 保護本港工人的利益 翠宇欣報導 勞工處長張建宗說 興建迪士尼主題公園的計劃如果落實 他們會檢討計劃和政府其他基建工程 對勞工的整體需求 不排除會輸入外勞 可能有些樽頸出現的時候 我們絕對不排除要輸入外勞 但即使要輸入也好 一定要依據我們一貫的原則 即是說 第一 本地工人優先就業 第二就是入來的工人 只能夠填補所需的空缺 以及都能夠轉工 而行政會議成員譚耀宗就說 政府必須要有充分的理由 才可以輸入外勞 這一點我們一定會向政府強調的 就是絕不輕易去輸入 要解釋到理由 現時來說控制都很嚴密 我想這個政策不會輕易去改變 而另一位行政會議成員 錢果鋒說 雖然這個計劃 對香港的旅遊業和經濟都有好處 但不等於可以解決了香港日後的其他問題 政府要小心評估 要看一個投資回報 而不僅是說看那個project 而對整個社會的回報有多大呢 是可以做一個衡量的評估 如果一個投資回報是合理的 當然就應該去做 而唐英年就說 迪士尼公園需要大量的遊客支持 政府就應該放寬內地人來香港的限制 最好就給內地人免簽證 就可以在香港逗留一個星期 有線電視記者徐月娥報導 目前全球總共有四個迪士尼樂園主題公園 兩個在美國本土 另外兩個分別在法國和日本 而他們的經營方式和盈利情況都不同 香港可以向這兩個迪士尼樂園借鏡 作為日後經營的參考 李刊華報導 在92年開幕的法國巴黎迪士尼 由法國政府低息貸款7億美元 給歐洲迪士尼公司籌見 四成九股權由公司持有 其餘的在股票市場集資 大開幕的頭幾年 入場人數都不理想 連續幾年都出現虧蝕 直至94、95年度 才開始轉虧為盈 去年更罕有地 錄得4,600多萬美元的純利 入場人設有1,250萬 不過公司今年要向和路迪士尼 繳付9,000多萬港元版權稅 以及要進行額外宣傳 令公司由去年10月至今年3月的半年內 虧了3億7千萬港元 雖然巴黎迪士尼不是那麼受歡迎 但有歐洲遊客說 如果香港興建迪士尼 都會有興趣來參觀一下 但也有遊客很猶疑的態度 在香港 是很長的路 很長的路 很長的路 我想想想想想 我們從德國到香港 我們從德國到香港 我想 法國巴黎的迪士尼樂園 是現時歐洲唯一一個迪士尼樂園 而歐洲迪士尼公司 已經決定投資40億法郎 也就是超過50億港元 興建第二個主題公園 預計到2002年落成 相對法國來說 另一個在美國本土以外的 日本東京迪士尼樂園 就成功很多 開幕到現在 平均每年都吸引到 超過一千萬人入場參觀 和法國的做法很不同 日本迪士尼樂園 由最初談判至到開始運作 都是自負盈規 政府完全沒有參與 也沒有提供任何土地和稅務優惠 搞得這麼成功 主要是因為日本人的第二大消費 都是用在國內旅行上面 令迪士尼保持一定的入場人數 至於香港將來落成的迪士尼樂園 會不會像東京迪士尼那麼賺錢 還是會步巴黎迪士尼的後塵 就要拭目以待 有線電視記者李漢華報導 即將興建的迪士尼主題公園的竹高灣 在考古學家心目中其實是一個寶藏 他們相信竹高灣以前是海上思路的 其中一站 古物古蹟辦事處會加緊發掘 希望在填海工程展開之前完成 蘇永權報導 中國水下考古隊的潛水員 正跳入竹高灣的水域之內 進行考古工作 他們利用聲納探測儀器 發現竹高灣有47個相信有文物的位置 今次考古工作 希望趕及在興建迪士尼填海工程之前完成 但由於目前本港並沒有水下考古技術 古物古蹟辦事處一共花了65萬 專程由北京邀請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水下考古隊 協助發掘工作 其實竹高灣在十幾年前興建發電廠的時候 經已發現了幾萬塊明朝青花碎片 古物古蹟辦事處相信竹高灣會有沉船 或者更豐富的文物 所以進行本港首次的水下考古工作 就是陸地上我們在竹高灣的位置找到這麼多 這些景德鎮的外銷池 就讓我們想到 因為這個如果是一個當時海上貿易的一條路線 竹高灣是其中一個避風的港 那他們有沒有可能有些船因為打風 或者怎樣沉在那裡 這個也有可能 所以他們就在這裡進行這個水下考古挑戰 經過六天的潛水發掘 考古人員發現了三件南宋至元朝的文物碎片 其中是一個碗和酒壺 顯示遠至南宋年間 香港的竹高灣已經是古代商船停滑的地方 今次發現對他們研究海上絲綢之路有很大的幫助 竹高灣這裡有一些遺址 有些人類當時船在這裡停過 有些活動的遺跡 因此應該說跟這段歷史 海上交通的歷史是有直接的關係 這樣我們這個調查還是很有價值 由於竹高灣的優越地理位置 在八百多年前 經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補給站 竹高灣是在大嶼山的東北部 海灣面向東南 加上灣深 山丘環埔是一個良好的雙船避風的地方 我看它可能有一個避風的作用 應該說地理位置又在海上 水又不是特別深 一個天然的港灣 應該是有一個避風的作用 如果今次考古有更大的發現 進一步的發掘費用就要由發展商支付了 有線電視記者蘇永權報道 地產代理條例新規定今天起生效 業主透過地產代理放盤 要簽委託書和詳細填寫資料 業內人士擔心新條例 令到放盤的物業減少 最終淘汰較小的地產代理行 黃寶賢報導 現在物業有幾位人名的? 兩個 兩位的? 在做按揭嗎? 沒有做按揭 由現在開始 所有委託地產代理放盤的業主 都要簽一份委託書 業主要填寫個人資料 包括身份證號碼和詳細的物業資料 例如單位的面積、用途、業權和按揭安排 任何人去看樓都可以問代理拿這些資料 不過不是每個業主都肯填這份委託書 一些業主就嫌要給太多資料收回盤 行內人說 新的執業指引令他們做多很多事 成本又大很多 細行就更難做 未來日子有機會再是這樣的話 可能很多細行一路一路會淘汰 當細行淘汰完之後剩下來的大行的話 其實佣金 我想大家都知道會轉介到消費者裏面 未必會有得談 一些大的地產代理也說 成本大了之餘也會拖慢成交 每個業主要填一份 Form 1 和 Form 3 要放租和放租的 Form 5 需要整二十分鐘至三分鐘 要填一個業主 如果每個屋苑有幾千戶 需要很多時間去跟業主填回這些 不過他說新的規定始終對買賣雙方的權益有更大保障 有線電視記者黃寶言報道 為了改善現時本港樓宇業權不明確的情況 政府建議修改法例 令到市民在買賣物業的時候 更加容易查到業權是屬於誰 亦都可以減低買方要承受的風險 鄧美玲報導 現在市民如果要買賣樓宇 就要去土地住宅處 翻查過去15年 涉及物業的所有政府批地契約 物業買賣業權文件和契具 很多時因為過了太久 文件都不齊全 令到市民買樓的時候 要承受業權不明確所帶來的風險 規劃環境地政局就建議修改 《土地業權條例草案》 實施新的土地註冊制度 規定以後 只要在土地註冊紀錄刊登記了做業權人 就當業權人擁有物業的全部業權 這個紀錄也是物業買賣時 不可以推翻的業權證據 政府建議在新的法例實施之後 有15年的過渡期 業權人可以申請轉身的制度 而15年之後 未轉制的物業 契具上的業權人 也會自動成為新的制度上的業權人 至於因為轉制而蒙受損失的 如果證實是因為註冊人員失誤 就可以獲得政府不超過3000萬的賠償 政府希望新的制度 可以令到物業在買賣的時候 業權更加清晰 減少這方面的糾紛 有關的法例修訂 會在明年1月提交給立法會通過 有先認識記者鄧美玲報道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報道 中電宣布明年不加電費 美國卡特賽車發生嚴重意外 一位車手死亡 廣東燒美名鎮中外 加拿大的燒納店 三十年來寧願接告票 都要保持燒美的原汁完美地說 戶外大食會不是趕抹 食物才是賣點 皆因他們有機 時代雜誌今晚十點半新聞一台 為甚麼總是你去銀行 不是銀行去你 為甚麼是你跟銀行的時間表 不是銀行跟你的時間表 為甚麼銀行總是以自己為中心 不是以你為中心 為甚麼銀行服務 是方便銀行多點 不是方便你多點 世界不停地變 銀行服務 是否都應該為你而變 東亞Cyber Banking 一個以你為中心的 全新銀行服務概念 隨時隨地幫你全面理財 東亞銀行 我們禮貌大師會自力提倡禮貌 推廣大方得體的社交禮言 準時在金龍船之十分有禮 和大家見面 金龍船之十分有禮 是由金龍船海鮮酒家 及金龍船潮州酒家 贊助拍攝 銀聯信託與你齊準備 迎接千禧新紀元 還有六十一日 於強積金計劃中 僱員的強制性供款 是可以扣稅的 而最高的扣減額 是每年港幣一萬二千元 以上資訊是由銀聯信託提供 銀聯信託專一指為你將來 繼續新聞時間 中華電力公司宣布 明年不加電費 今次是中電連續第二年冬結電費 中電表示明年的電費 仍然會維持在98年的水平 發言人說 雖然本港經濟開始逐步復甦 但衰退的影響仍然持重 所以他們決定不加電費 中電表示會繼續節約成本 和提高生產力 由今天開始 評為五星級衛生水平的食肆 要將所得的評分告示 貼在門口當眼的地方 不過很多五星級的食肆 都沒有貼上標記 負責人就說 還未收到市署通知 市政總署就說 標記是用人手送到食肆 預計要用一個星期時間 才可以排載 梁淑芬報道 全港八千多間食肆 過半數即是四千五百間 都被評為五星級 他們在11月1日開始 要在食肆的門口 或者是當眼地方 張貼這張五顆星的告示 不過我們根據市署的資料 去一些被評為五星級的食肆 看過 他們的門口都沒有張貼出這些告示 負責人還說 沒有人通知他們 食肆是屬於五星級 而隔壁的這間五星級 快餐連鎖店 也沒有顯示他們屬於五顆星 不知道 寫著還未通知我們 甚麼時候通知 不知道 我會問問他們 你會問問 其實五星級食肆的名單 已經可以在互聯網上找到 市政總署說他們是用人手投递的方式 將五星級的食肆告示 送到食肆那裏 他們預計 要在一個星期內 就可以將四千多張告示 送到食肆那裏 這間台式飯店 都被評為五星級 副經理說 他們經常保持食肆的廚房清潔 煮熟的食物會用保鮮紙包著 每煮完一樣送之後 都會用水洗乾淨的鍋 經理說他們不是因為有食肆評級制度 才禁重視食肆的清潔 不過他認為市署的聯絡工作做得太慢 到下午為止 都未收到市署的通知 他的食肆是屬於五星級 他還說要一個星期 才收到評級的標誌是太久 有些不尊重 還有令到有些食客不方便 因為食客真的有些 特意是看你的門口 那張分級制 而進來幫襯那間餐廳 雖然不是每個客人都是這樣 但是都不排除有一部分的客人 不過那些市民就說 食肆是否五星級 都不是他們光顧的主要原因 好算便可以 除了4500多間食肆的衛生情況 屬於五星級之外 全港32間食物製造廠 有21間都是得到五顆星 有線電視記者梁淑芬報道 美國搜索人員 繼續在埃及航空公司客機 墜毀的海面搜索 暫時找到兩具屍體 和小部分飛機碎片 美國聯邦航空局說 客機在墜毀前曾經急降4千米 暫時不知道原因 但沒有跡象顯示 飛機是受到恐怖襲擊 框偉上報導 美國海岸防衛隊派出多架飛機和直升機 以及大批船隻 繼續在麻省南塔基特島以南 對開100公里的海面 搜索出示埃及航空公司客機的殘骸 暫時只是找到少量飛機碎片 和幾具屍體 在弗吉尼亞州 諾福克港口的一艘美國海軍艦隻 和一批潛水人員 亦都前往出示海域 協助打撓出示客機的飛行紀錄儀 協助調查事發原因 這艘艦隻配備精密的搜索儀器 在7月的時候 曾經協助找回小約翰金奶迪 失事墮海的小型飛機殘骸 美國全國運輸安全委員會主席霍爾說 出示客機在起飛後30分鐘 曾經聯絡控制塔 當時並沒有誤尋上的情況 但在幾分鐘後 客機就突然由1萬米高空 急降了超過4000米 接著就在雷達上消失 當局說事發時天氣良好 能見到正常 事前也沒有收過恐嚇 埃及政府已經提出 由美國領導調查工作 埃及航空公司和政府 就派人到美國協助 美國總統克林頓說 他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談過 雙方會緊密合作 撤查事發原因 大批聚機乘客的家屬 就繼續在紐約金奈迪機場 等候最新消息 出事的波音767客機 載住217個乘客同機員 由紐約飛去埃及首都開羅途中出事 大部分乘客是埃及人和美國人 有線電視記者和美常報道 美國總統克林頓到了挪威首都奧斯陸 協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袖 籌備以巴最後階段和談 克林頓乘坐專機空軍1號抵達奧斯陸 挪威首上到場迎接 克林頓表示希望今次以巴高峰會 能夠為未來星期日展開的以巴最後階段和談 達成一些安排 克林頓稍後會分別和以色列總理巴拉克 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見面 而以巴雙方的領袖就會在明天舉行會談 首先看看最新的金融行情 英國股市好淡爭詞 倫敦金融時報指數報 6251點下跌4點 德國股市變動不大 法蘭克福DAX指數報 5523點下跌2點 倫敦港股在集福上落 恆生倫敦參考指數報 13333點上升11點 美元對日元在歐洲保持平穩 而歐元對美元就向好 市場估計歐洲央行這個星期開會 將會加上升 接著看美元的最新匯價 歐元1.0576 日元1804.48 英鎊1.6492 價元1.4698 歐元0.6385 即使有迪士尼消息的之前 但接下來星期四、五和下星期一 迎付基金定價的參考日期 估計港股的波幅會較大 8點有線財經的旗鼓相當 會和大家詳細分析 接著由蔡富華講一條消息 揚威澳洲雙層人士運動會 香港代表剛剛回到本港 香港隊在今次 總共贏了41面獎牌 包括19面金牌、10面銀牌 和12面銅牌 其中田徑好手蘇華偉 個人拿了5面金牌 還刷新了男子100米的世界紀錄 在美國加州舉行的卡特賽車 發生了嚴重意外 加拿大車手摩亞雙重死亡 由諸孝捐布了 比賽到了第十個圈 美國的安迪提領先 突然鏡頭一轉 見到摩亞的車失控衝出跑道 直撞為牆 整架車即時散散 車頭部分凌空打了幾個關斗之後 最後反轉停低 摩亞的頭被壓住 救援人員立即到場救人 並且用直升機將它送完 據估計意外發生的時候 斜速高達230英里 摩亞的頭部和身體都嚴重受創 摩亞在宋苑後一個小時 搶救無效不治 終年24歲 她在三年前開始參加卡特賽車 21歲那年在墨爾玉機勝出 成為最年輕的冠軍 在她短暫的職業生涯當中 總共贏過五項錶 才會是接到摩亞的死訊之後 決定取消賽後的頒獎儀式 並且在下半期之外 有線電視記者朱孝娟報道 意大利夾足球聯賽方面 祖雲達斯在主場贏了皮亞琴拆 1比0升上第二位 比榜首的拉素落後1分 而柏爾瑪就在主場贏巴里 2比1升上第7位 柏爾瑪近8次主場對巴里 贏了7場 信心怎會不好 左邊角球開出 柏爾瑪投取一批 門將文仙尼擋完 那球已經過了8屆 柏爾瑪開球五分鐘就領先 柏爾瑪踢了183場 夾了賽事 只是第四次入球 巴里失球真的不能怪文仙尼 他今場已經打出超水準 足夠了很多球 包括迪華奧這腳 扣完都還可以回身接回 有個好門將又怎樣 巴里後面不設防 只能搞 迪華奧沒有隊入禁區 都沒有人馬 傳去中間 因樂新迪又擅不設 擺烏龍 柏爾瑪在30分鐘領先2比0 阻止對方入球 是文仙尼的分內士 在劣勢之下一樣那麼拼 又近距離擋出了基斯普的鍋里 到了下半場多得球迷大血 猛地扔煙花落場 辛苦人清理之餘 兩隊還要蒙茶茶比賽 難得文仙尼還那麼好眼 擋得出腐沙的勁射 巴里最後到了37分鐘 總憑個佛球破彈 烏龍王因樂新敵 將功贖罪 直射一網 不過柏爾瑪最後仍然贏2比1 代多3分升上第7位 而巴里就排尾四的第15位 西班牙夾足球聯賽方面 切爾達作客以0比1輸給阿拉維斯 而巴里卡路作客以2比1擊敗了 巴里亞多利德再次升上榜首 由關機槍帶我們來看看 今場是西班牙聯賽第10周的賽事 由紅心的巴里卡路 對主場的巴里亞多利德 巴里卡路雖然是星班馬 但一點都不說得少 貴初成績標柄 還75年來首次升上聯賽榜首 和班牙巴塞羅羅輪流霸佔榜首的位置 他們在開球10分鐘由費朗打開紀錄領先1比0 巴里亞多利德要到下半場19分鐘 才由費蘭迪斯在門前把握到攀平的機會 巴里卡路屬於馬德里市的球會 今年他的風頭就擴過了馬德里兩大球會 王家馬德里和馬德里體育會 他們在原場前8分鐘由羅蘭斯射入奠定性的1球 以2比1擊敗巴里亞多利德全取3分 他們今季以7勝1和2負得22分 以2分再次壓過巴塞羅羅 升上聯賽榜首 有先電視記者關家昌報道 德國司徒加特室內網球賽 瑞典的安基斯在決賽以盤數3比1 擊敗了荷蘭的加逸石奪得冠軍 提高他入圍年中賽的機會 由朱孝捐報了 穿黑衣的安基斯狀態好加上信心十足 阿加斯上一圈都不是他手腳 這場決賽他對著上屆冠軍加逸石 一樣發揮出很高水準 安基斯一開始就憑著穩定的底線球搶到主動 加逸石雖然積極上網希望和對手拉成軍勢 但很多時都被安基斯準確的超身球牽制著 安基斯頭兩盤控制戰局 分別贏6比1和6比4 做了第三盤加逸石表現改善 加強底線抽擊 令安基斯失位再上網自擊得分 加逸石在第12局 終於打破安基斯的發球局 追上一盤7比5 不過安基斯在第4盤又再搶回主動 這批超身球師線員說是好球 加逸石不服去同球證理論 結果還影響了比賽情緒 最後安基斯贏多盤7比5 盤數3比1勝出 他在這行賽事擊敗了4位世界前10名球手 總共獲得370分排名積分 在年中賽的排名榜 超越了加逸石和拉賓迪 暫時排第8位 有線電視記者朱孝娟報道 這次體育報道 天氣方面 強烈季後風訊號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證生效 預測天氣乾燥 晚間和明早大致多雲 天氣清涼 最低氣溫約為18度 明天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 最高氣溫約為21度 吹清淨北風 離岸和高地吹強風 星期三天氣乾燥 早上天氣清涼 現在氣溫24度 雙氣濕度56% 好 股市 歧市變化萬千 這分鐘買了股票 下分鐘又要怎麼部署呢 新聞一台今晚8點有線財經 有旗鼓相當這個環節 找各路專家 在投資路上 和大家一一參場 金融市場變幻無常 想動息先機 一定要留意最新的行程 8點有線財經 逢星期一至58點 新聞一台 8點有線財經 是由勇於開拓追求作月的英皇集團 及專一指為你將來的 銀亂信託有限公司 聯合贊助的影 今晚 有像為你全程獻唱 音樂西礦場之 Idol's dinner 踢爆紅星戀愛肥聞 未在娛樂圈的日子 青春火花又來了 歐洲女排 意大利對羅馬尼亞 女女和仇人聯繩一線 班斯拉不知如何開戰 兩支強隊極戰 利物浦對巴拉福特 衛星直白 我們挑剔 你得贏 A A A 台灣好了 對 不如收看這次的歌曲 有線A台 夢想 燃點今天的成就 豪瀚的宇宙 縱使信息萬變 仍在掌握之中 帶領時代的部分 發放無盡的歡樂 人最動感一下 掌握幻變時局 與你一起 成就今天 開創未來 有線六周年 神結束 據了解雙方達成協議 落實在香港興建迪士尼樂園 政府和迪士尼公司 明天會在禮賓府公佈有關的細節 而迪士尼公司的選址 將會在大嶼山的竹高灣 李小媚報導 在大嶼山竹高灣 原本住在這裡的幾百名村民 已經被安置上樓 現在只剩下一間船廠 和一座發電廠 但相信到2005年 這裡將會變成一個熱鬧 充滿歡笑的地方 歷時年紀 有關興建迪士尼樂園的談判 終於完成 政府會在稍後時間 公佈有關興建迪士尼樂園的詳情 而有關的建議 亦都會提交給立法會審議 專責和迪士尼公司 談判的旅遊專員 盧維斯表示 談判到凌晨至結束 在3時 政府和政府官員 就不肯透露詳情 明天公佈了 我們很快就有話說 你們等一會兒 政府發言人說 明天在禮賓府舉行的一系列簡報會 會和行政會議成員 立法會議員 以及傳媒 交代談判結果 到時 迪士尼公司代表也會出席 而規劃署長冯志強就表示 在研究香港興建迪士尼的可能性的時候 已經做了一連串的評估工作 其實一直我們都有考慮到不同的因素 即是他們對經濟的影響 對社會民生的影響 以及對環境的影響 而行政會議成員 一般都歡迎落實迪士尼樂園計劃 有助旅遊業和增加就業機會 不過就不能夠過分強調它的好處 對香港經濟在某方面是有一定的幫助 不過不等於有了迪士尼 就可以解決我們永遠以後的問題 也都有行政會議成員建議 放寬內地居民來香港旅遊的限制 令內地人可以免簽證在香港旅遊一個星期 亞洲電視記者李小微報導 為確保迪士尼樂園工程可以準時完成 有行政會議成員認為 可以在有需要時候輸入外勞 而業內就強調本地可以提供足夠工人 無需外求 羅倍晴報導 迪士尼如果落實興建 工程會在明年展開 勞工處表示 會再檢討迪士尼興建工程 和其他大型基建工程的整體勞工需求 不排除會輸入外勞 也有行政會議成員認為 要確保迪士尼樂園建築工程 可以準時完成工程 政府有需要考慮輸入勞工 一貫的做法 都是給本地人有優先就業的機會 我相信這個原則是非常之重要 但是我們都要視乎 我們做不做得到這個時間表 還有有沒有那麼多人來做 再出決定 而另一個成員譚耀宗就強調 要有足夠理據才可以輸入勞工 工會亦表示反對 建造業總工會表示 現在行內二十萬個工人 當中超過一半人就業不足 行內已經供過於求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迪士尼樂園只能舒緩一下 我們建築工人的失業情況 稍為多些就業機會 因此我們認為無需傷害我們老公 他表示迪士尼樂園主要是遊樂設施 在建築上不會需要太多工人 相信本地有足夠人手應付 亞洲電視記者羅佩慶報導 特區政府和迪士尼公司 就事發香港興建築公園的談判 已經談判了一年多 又兩禮詳詳細說 這個雙方的戀愛互相吸引著 戀愛沒有百分之一百 戀愛一定會結婚 不是談情說愛 現在是真金白銀 現在是講金不是講心 商討當然是繼續進行 由追女生地下情到感情穩定 以至出現第三者上海 迪士尼公司和香港特區政府 就興建主題公園的談判 可以或是戲劇性發展 雖然原定六月底的分期一拖再拖 但似乎架裝已經準備好了 選址捉高彎拍板 要貨櫃碼頭和監獄讓路不在話下 有關當局還打算開闢地鐵支線 在陰墓建設十公頂的陸化地帶 又會在足高灣西北面 興建大型水上康樂中心 看回迪士尼的歷史 第一座迪士尼主題公園 1955年在美國加州建成之後 奧蘭道、日本東京 以至法國巴黎 先後再有三座迪士尼主題公園落成 但不是每個主題公園都賺錢的 法國迪士尼頭四年就總共虧了九億美元 直到九七年才有錢賺 有學者說香港應該不會出現巴黎的情況 香港來說因為天氣比較好 所以冷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們整體來說 可以經營的日數會比較多很多 他說按照海洋公園的經驗 回報期都要十年左右 他又預計迪士尼每年 最少可以吸引多350萬遊客來港 假設每個人留在香港多一日 用多2000元 這樣起碼每年 會為本港帶來75億元的直接經濟收益 有多電視記者 梁麗祥報導 行政長官董建華明天10點公布 和迪士尼公司的談判結果 以及在12點30分召開聯合記者會 本台會現場轉播 政府建議修改法例 大幅加重買賣非法燃油的懲罰 市民買賣非法燃油最高罰款 100萬和監禁兩年 韓維軍報導 現在要成功檢控買賣私有 和脫適工業用柴油 在2,4,4,3,4,4,4,5,5